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连涨4天之后 相应的股市肯定会有回调 因此在昨天 澳洲股市整体来说是出现了大约0.5%的轻微回调 从板块上来看 除了能源和金融板块有小幅的上涨之外 其他几乎所有的板块都有所回调 但还好 幅度并不是太大 最终只是下跌 大约0.5% 依然是在6600点以上 那么在中国方面 昨天上海和深圳股市也分别有所下跌 上证指数下跌0.2% 深圳下跌0.4% 最终互生大盘300指数是下跌0.3% 欧美方面 整体是以上涨为主 英法德三国指数平均涨幅在0.1%至0.4%之间 美国三大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也是有所轻微下跌 但是幸亏道琼斯和标普大盘的上涨帮助美国股市 昨天是以收盘上涨为结尾 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由于股市的最近连续上涨 因此回调至1500美元以下 目前1盎司黄金最新报价是1483美元 比特币价格目前依然稳定在1万美元以上 最新的价格大约是在10100美元 石油价格则继续上涨1美元 目前逼近至58美元附近 从底部的54美元反弹接近于10%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的是 昨天中国外管局宣布的一则重大新闻 就是取消了之前对于合格境外投资者的一些限制 那可能很多朋友们在过去24小时 自己的朋友圈 特别是关心中国股市和经济的朋友 都应该收到了这个推文 就是有关中国外管局 昨天正式宣布取消QFee和RQFee的限制 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这个限制的产生的影响 那么从2002年开始 中国设置了有关叫做合格境外投资者 参与中国金融市场的一则相关的法律和条款 特别是说到 如果是国外投资者想参与到中国股市 那么是需要通过申请 在某一些给予指定的券商 或者说是中外合资企业 通过那些管道和渠道 可以参与到中国的股市 比如说这些渠道大部分 是像一些比如说美国的花季银行 汇丰银行 或者说是摩根斯坦利等大型机构 那么给予他们一定的额度 比如说10亿人民币 20亿人民币 他们利用这个额度之后 再去转手给予他们的客户 或者给予他们的机构客户 是通过这个渠道来间接的参与中国的股市 但是相对而言的话 中小的境外投资者 几乎来说就不可能直接买到中国的个股 那么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中 也是说到 中国将会取消执行了接近于20年的这则限制 也就意味着之后 境外的投资者 包括境外的个体投资者 实际上也可以单独去申请 直接在中国给予指定的券商 开户 把美元换成人民币 然后可以直接购买中国的单个A股 这则消息对于中国的股市 对于中国的经济来说 无疑是一则非常好的正面消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实际上取消有关Q费和RQ费的限制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单行道 因为它取消的是境外投资者 对于投资中国的限制 换句话说 取消了这个限制之后 将可能会吸引到更多的资金 特别是更多的美元来到中国 但是呢 它并不是双向的 所以境内的资金呢 并没有大量流失到境外 所以说这则新闻 实际上可以引发呢 外资进入中国 更多的美元进入中国 帮助到中国的股市和现在的经济 所以我们一直说呢 有关取消这个新闻的这个作用呢 毫无疑问是正面的 那么为什么这么好的消息到现在才发布呢 当然了 可能在过去十几年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一直没有取消 但是在目前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呢 长期在L型的底部 所以为了提高 提振经济恢复的速度 特别是提高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 所以说现在呢 在这个时间 中国是密集出台了很多政策性利好 包括上周 中国央行宣布降准 包括上周 国务院出台关于养猪补贴 现在网上帖子说到呢 大学毕业最好的工作就是去养猪 因为这个猪肉价格呢 是飞涨 并且呢 国家对于猪肉养殖 有给予了重大的补贴 所以说现在呢 可能大学毕业生 网上都在说 最好的工作就是大家合伙 不去开什么私募 也不去做什么这个数字货币 而是呢 开个养猪厂 可以获得大量补贴的同时 自己还能天天吃肉 这个想法呢 非常的不错 那么还是回到这个正规的话题上来说 我们知道刚才说到呢 其实政策性利好目前也是在不断的出台 这也说明呢 国家也是大力的在扶植现在的这个我们说的股市也好 经济也好 消费也好 其实和澳洲呢 是相似的 我们看到澳洲呢 减税也好 降息也好 增加银行贷款的这个总额也好 等等呢 也都是在通过这些利好来刺激经济 来帮助大家恢复重建信心 所以说呢 这个昨天发布的这则取消境外投资者投资的限制呢 就是像上周这个中国央行宣布降准一样的一个一则 特别是对股市来说的重磅利好 那么第二个呢 事儿我们来说一下的就是有关GoMarkets 这个我们知道呢 从今年年初开始呢 我们有除了我的声音以外 我们团队中出现了更多其他人的声音 那么有客户会问到 那如果说在同样的这个一个团队中 意见相左了怎么办呢 那么其实呢 大家可大可不必担忧 实际上呢 在过去的几年呢 长期大部分时间呢 是由我一个人 这个既当爹又当妈 早上除了要说广播 还得写稿 除了我觉得特别累之外呢 我也觉得这个作为读者来说呢 老是听一种声音 会不会显得很无聊呢 那么我也知道 其实一个团队的发展呢 就像一个木桶一样 这个水能够沉多少 并不是来自于它最高的那个木头 而是取决于最低的那个木头 所以我也一直希望我们团队呢 有更多的声音 更多的想法 所以在本 从今年年初开始呢 我也鼓励我们的这个不同的新人们 努力出现在不同的渠道 包括早上的广播 这个每天的文章 以及我们每个月的活动 我都鼓励不同的团队中不同的同事呢 出去发表自己的观点 一来可以增强他们的自信 二来呢 也给读者给我们客户带来不同的声音 而从现在九个月的情况来看呢 我这个决定下的还是非常正确的 首先不论是从结果 还是从这个个人 我们说的经历的建立来看 都取了非常好的成效 特别是在推荐的股票上 大家都已经之前 因为我本人呢 这个相对而言稍微有些保守 因此呢 我推荐的大部分呢 是大盘和龙筹蓝筹股 龙头的蓝筹股 所以说相对于我们这些 三十多岁的叔叔来说的话呢 那90后的小朋友 思维就非常的跳远 他们推荐的呢 大部分是现在新兴板块 前沿板块 包括科技 支付 医疗 和一些我听也没有听过的股票 垃圾回收也被他们找出来了 这一些股票呢 是作为我这个年代 是根本不会去考虑的 这也说明呢 这个 一个 说的惨烈一点呢 就是 年纪大和年纪轻 思维的确是有所不同 就像这打游戏一样 我再怎么努力 也打不过现在的初中生 我都要 要哭了 简直就是 那说明呢 这个大家以后啊 年轻人的思维的确啊 是不太一样啊 所以呢 我也是不断的鼓励 我们团队中呢 每一个人能够发表自己的观点啊 不要考虑对错 首先要建立的是自信啊 你要相信你的判断 你要这个能够说服大家 也相信你的判断 那就这就对了啊 即使是在事后 有所这个我们说的 比如说你推荐的股票啊下跌了 不要担心 你推荐的这么产品 如果是亏钱了 也不用难过啊 毕竟嘛 很多时候 谁也不是神仙 没有人能够做到百分之百 但是你只要有自己的观点 坚持你的观点 那么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能够建立你自己的风格 也能够建立你自己的客户信心 这个呢 就是我们希望 这个整个团队能够做到的 所以呢 在之后也希望大家 能够继续支持GoMarkets 我们也会用在不同的场合 发出不同的声音 给大家带来呢 不同的内容 这样呢 尽量我们可以做到一个 百花齐放的效果 好了 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哦 对了多说一句 如果您想参与到 这个我们墨尔本 或者悉尼的线下活动 可以点击 我们视频下方的 报名链接 在线报名 我们下一次的活动 将会在墨尔本下周末 在北区首次进行的 对于墨尔本北区的 华人朋友们 来说一说 最近澳洲股市的 最新动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